大家好 之前咱们说完了魔戒三部曲 今天一起来看一下霍比特人系列 霍比特人的故事发生在魔戒开篇故事的前60年 主要讲的是比尔伯的一段历险 好 还是老规矩 咱们首先来看第一部 这一部的开头是从魔戒第一部开头的部分中衔接过来的 比尔伯即将庆祝自己111岁的生日 于是让侄子佛罗多去迎接赶道夫 自己在等待老朋友的时候 回想起了自己的历险故事 那是关于他和矮人的故事 先来说一下故事背景 远在中土世界的东方 有一个矮人王国建立在艾瑞伯山中 艾瑞伯山也叫孤山 矮人们不停地在岩石中开造出宝石和金子 王国变得越来越富有 矮人们越挖越深 在山中挖出了阿根宝石 于是矮人们视阿根宝石为神圣统治权的象征 慢慢的矮人国王瑟洛尔被宝石腐蚀 变得越发贪婪 后来北方的恶龙史毛阁 袭击了矮人王国 矮人们不敌被迫逃离了自己的家园 精灵王塞兰迪尔看到了这一幕 但并没有出手援救 矮人王子索林对精灵开始记恨起来 最终恶龙史毛阁占据了矮人的财富 艾瑞伯的矮人开始了流亡的生活 矮人国王瑟洛尔带领部族 打算收复国老的矮人王国莫瑞亚 用来作为矮人的居所 但当时的莫瑞亚被一群奥克占领 这群奥克的首领叫阿佐格 于是双方来了一场大战 索林的父亲塞莱因不知所踪 眼看矮人即将失败 索林单独和阿佐格硬刚 手中的武器被打落后 索林顺手捡起一块橡木作为盾牌 挡住了阿佐格的进攻 并趁机砍断了他的一条手臂 阿佐格重伤逃进了洞里 索林带领矮人打败了奥克大军 索林也成为了矮人们的新领袖 甘道夫找到流亡的索林 建议他召集矮人军队 赶快收复被恶龙占据的古山 但是矮人军团只效忠于拥有阿坑堡石的国王 而阿坑堡石已经被恶龙使猫格占有 于是甘道夫打算找一个人加入此次行动 帮矮人偷出阿坑堡石 这个人就是霍比特人比尔伯 年轻的比尔伯正悠闲地坐在院子里抽烟 甘道夫找到他 打算让他和自己一起去冒个险 比尔伯并不想去 甘道夫已经认准了比尔伯 临走前在门上做了一个标记 到了晚上 一群矮人纷纷来到了比尔伯家中 各种吃喝折腾完全当成了自己家 比尔伯不明所以 原来这帮矮人就是矮人王子索林带领的 甘道夫打算帮助索林击败恶龙使猫格 重新夺回古山和里面的财宝 随后甘道夫拿出一张地图和一把钥匙交给了索林 这把钥匙就是索林的父亲交给甘道夫的 说古山的一侧有一个秘密入口 可以直达宫殿的大厅 所以需要有人秘密潜入 但是恶龙太过熟悉矮人的气味 如果派一个矮人秘密潜入 肯定会被恶龙发现 所以甘道夫选择了比尔伯 认为他能完成这次任务 因为霍比特人的脚步轻巧 不会惊动恶龙 矮人们都觉得比尔伯胆子太小 不太适合做这个任务 陷入一片争吵 此时甘道夫开启八刀总裁模式 说你们都不要说话 我说他行他就行不行也行 于是大家都听从了甘道夫 矮人巴林拿出一份合同 让比尔伯签字 事成之后 比尔伯可以得到最多是四分之一的财富 但比尔伯并不打算签字 因为恶龙时髦格很是危险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烧成灰 甘道夫反复劝说比尔伯 应该多出去走走 看看外面的世界 不能只顾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但比尔伯仍然不打算签字 第二天 比尔伯发现 甘道夫和矮人们已经出发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和留下的那份合同 比尔伯突然觉得 是应该出去走走 于是追了过去 随后 一星人一路向东 路过一片森林的时候 甘道夫主张继续前行 赶往瑞文戴尔 因为那张关于孤山的地图无法解读 只能请埃尔隆德帮忙 但是索林依然记恨精灵 不打算请精灵帮忙 看索林这么倔强 甘道夫想静静 一个人生气地离开 夜里 奇力和菲利发现队伍里的马少了两匹 随后和比尔伯一起发现了食人妖的踪迹 原来是食人妖抓住了两匹马 打算烤着吃 于是奇力和菲利让比尔伯悄悄去解救两匹马 不料比尔伯被三个食人妖发现 食人妖抓住他 打算一起烤着吃了 正在此时 索林带着矮人们一起冲过来 和食人妖打坐一团 最后三个食人妖再次抓住了比尔伯 威胁矮人投降 无奈索林他们放下武器 被食人妖俘获 三个食人妖打算相烤矮人 比尔伯无意间看到了甘道夫 于是故意和食人妖闲聊 和他们交流烹饪的技巧 以拖延时间 突然间 甘道夫用法杖激烈了一块巨石 太阳光照到了食人妖身上 食人妖惧怕阳光 瞬间石化 众人得救 随后 他们来到了食人妖的洞穴中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精灵的武器 甘道夫捡到了两把 把其中一把送给了比尔伯 这把剑就是刺钉 一旦奥克或者格布林接近 剑身就会发出蓝光 正在此时 一个邋遢的巫师 骑着兔子车来到了众人面前 这个巫师就是鹤袍巫师 拉达加斯特 拉达加斯特 是中途世界五位巫师中的一个 是从属于维拉亚凡娜的麦娅 写中途大陆的白草和鸟兽 拉达加斯特此次赶来 是因为他在进入多古尔都要塞的时候 遇到了安格玛无王的袭击 两人交手的时候 意外得到了安格玛无王的摩古尔之刃 随后他发现 多古尔都被一个死灵法师占领 拉达加斯特把这些告诉了甘道夫 并把摩古尔之刃转交给了他 随后 一群人受到了坐廊的攻击 看来已经被奥克盯上 于是拉达加斯特驾驶着吐子车 打算引开坐廊和奥克 甘道夫带领众人悄悄前行 不料还是被奥克们发现 于是众人跳进了一个洞里 眼看奥克们要向洞口汇集 突然冲出一队人马 射杀了这帮奥克 这队人马正是瑞文戴尔的精灵带领的 随后 甘道夫带着大家沿着洞口前行 不知不觉来到了瑞文戴尔 索林有些不情愿 但已经上了甘道夫的套 事已至此 索林带着矮人 跟随甘道夫来到了城里 埃尔隆德隆重地招待了他们 甘道夫让索林拿出地图 让埃尔隆德解读一下 索林很不情愿地拿了出来 地图上是月亮如泥文 只能在和写下他当天 相同的月光下才能显现出来 于是在月光下 埃尔隆德解读出了地图上的文字 画眉敲打之石 站立灰石之旁 都林之日 最后一缕夕阳的光辉 将照耀在锁孔之上 这段文字说的就是 孤山密门的位置 埃尔隆德觉得 此次前往孤山不是明智之举 于是把甘道夫带到了 凯兰崔尔和萨鲁曼的面前 四人开始了一场辩论 话题是 矮人该不该去往孤山 甘道夫觉得 恶龙是一大威胁 而且某种黑暗力量正在集结 怕恶龙会被黑暗力量利用 然后说出了 赫袍巫师拉达加斯特 在多古尔都看到的景象 萨鲁曼则认为 肯定是拉达加斯特 毒蘑菇吃多了 产生的幻想 说明不了什么 随后 甘道夫拿出了拉达加斯特 在多古尔都发现的摩古尔之刃 萨鲁曼依然嘴硬 说这个所谓的死灵法师 不过是一个会点黑魔法的人类而已 不足为惧 凯兰崔尔和埃尔隆德则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因为当初安格玛无王被打败后 连同他的摩古尔之刃 一起封印在了古墓中 封印古墓的密码 咒语极其强大 不可能被破解 正在他们讨论无果的时候 索林带着矮人已经离开了若云戴尔 继续向东 众人一路行进 来到了迷雾山脉 横穿山脉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十巨人打架 十巨人相互拳打脚踢 外加扔石头 众人四处躲闪 比尔伯差点掉下悬崖 索林及时把他拉了上来 自己却差点掉了下去 排上来的索林看着比尔伯 说他本不该跟过来 这个队伍中根本没有他的位置 随后 众人找到一个山洞 钻了进去 在山洞中休息的时候 比尔伯觉得索林说得很对 自己在队伍中就是个雷坠 于是打算悄悄离开 正在此时 他腰间的刺钉发出蓝光 突然间地面塌陷 众人几番滑落 掉进了一个陷阱中 随后 一帮格布林围了上来 带走了十三个矮人 比尔伯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 不量 一个格布林突然跳了出来 两人打斗的时候 一起跌入了一个裂缝中 这边 十三个矮人被带到了格布林王的面前 格布林王认出了索林 因为阿佐格正在悬赏他的脑袋 于是让手下写信告诉阿佐格 索林本以为阿佐格已经重伤而死 没想到他还活着 裂缝底下的咕噜 发现了一个半死的格布林 于是打算把他拖走当作食物 拖走的过程中 一枚戒指不慎从他身上掉落 比尔伯醒来后 发现了这枚戒指 这枚戒指就是至尊魔戒 于是 比尔伯把魔戒装进口袋 咕噜不停地自言自语 比尔伯有些迷路 于是随着声音跟了过去 结果被咕噜发现 咕噜以为又是一块食物 因为他还没有尝过霍比特人的味道 比尔伯看咕噜不怀好意 拿起四丁一阵乱砍 比尔伯想找到出路 咕噜想吃了比尔伯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玩起了游戏 谁赢了对方 对方就要听从要求 这一段特别像小孩子之间 玩猜谜游戏 两人玩了一番之后 不分胜负 最后比尔伯想出了一个损招 问咕噜自己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给他三次机会 结果逼得咕噜抓耳闹塞 三次都没有猜中 比尔伯胜出 要求咕噜带自己离开这里 咕噜也想出了一招 打算利用魔戒隐身 来袭击比尔伯 结果发现魔戒不见了 咕噜疯狂地寻找 突然想起了比尔伯的口袋 认为是他偷走了自己的魔戒 于是开始追击比尔伯 这边 哥布林王打算杀掉所有的爱人 砍掉索林的头 正在此时 甘道夫突然赶到 放出一个大招 把哥布林暂时击退 然后带着矮人们开始反击 矮人们在甘道夫的带领下 一路逃走 比尔伯不停地躲着咕噜的追击 钻过一个夹缝时 不慎跌倒 魔戒突然飞出 落下的时候 刚好待在了比尔伯的手上 比尔伯瞬间隐身不见 咕噜则疯狂地寻找 甘道夫带着13个矮人 搭吊桥 砍绳索 推石头 一路过光斩将 眼看就要逃出生天 不料被哥布林王挡住了去路 本以为哥布林王会使出大招 痛扁矮人 结果被甘道夫三下解决 一 二 三 倒下的哥布林王压榻了吊桥 甘道夫一行人一路跌落下去 掉到了下面 然后发现密密麻麻的哥布林 冲他们而来 此时甘道夫想出一招 因为哥布林害怕阳光 所以只要跑到有阳光的地方 就能躲开他们 于是众人开跑 刚好路过比尔伯这里 比尔伯兴奋地想要追赶过去 但被咕噜挡住了去路 比尔伯有些心急 打算杀掉咕噜 但看着咕噜失落的眼神 比尔伯不忍心下手 于是从他头顶跳了过去 甘道夫带着矮人们跑出了洞穴 但点人数时 发现比尔伯不见了 开始质问矮人 索林一直看不上比尔伯 说他已经趁机溜走 因为自从他离开家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惦念着他柔软的床 和温暖的秘露 这一切都被比尔伯听到 正当大家失落的时候 比尔伯摘下戒指走了过来 大家都有些惊讶 问他是怎么样夺过的戈布林 比尔伯正要解释 甘道夫仿佛发现了什么 急忙说 这个不重要 回来就好 倔强的索林却执意要问个究竟 问比尔伯为什么要回来 比尔伯看索林不依不饶 看着他说 我知道你一直都怀疑我 你说的没错 我总是想念呆地洞的一切 那些东西属于我 那是我的家 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 因为你们没有家 你们的家从你们手中被夺走 我想帮你们把他夺回来 会说话就是不一样 比尔伯一段话 唬住了爱人 正当大家回味着 比尔伯说的暖心话的时候 阿作格带着奥克和坐廊赶到 于是众人开跑 奥克们不停地追击 把他们逼到了一个悬崖边的树上 这时候 甘道夫看到了一只蝴蝶 于是让蝴蝶传信 阿作格骑着坐廊赶到 索林看到后有些惊讶 他果然还活着 阿作格看到了索林 于是下令坐廊 围攻其他人 索林归他自己 开始一磕磕地倒下 只剩下悬崖边上的一颗 甘道夫看情况危急 于是开启了放火模式 狼群一阵混乱 由于众人都爬到了一棵树上 树木支撑不起 开始倒下 这时候索林看着阿作格 下来打算和他单挑 结果被骑着坐廊的阿作格 冲翻在地 步兵打气兵可不能硬刚啊 刚站起来的索林 又被阿作格一个流星锤打翻在地 随后被坐廊咬住 扔到了一边 然后 阿作格打算让手下 砍下索林的头 这时候比尔伯突然赶到 一箭刺死了这个奥克 随后 奇力带着矮人冲了过来 解救索林和比尔伯 阿作格愤怒起来 打算围攻比尔伯和矮人 正在此时 巨鹰赶到 三番两下就击败了奥克大军 然后抓起比尔伯他们 离开了悬崖 甘道夫也趁机跳上了一个巨鹰的背上飞走 巨鹰带着他们一路飞行 来到了一个山顶 醒来的索林 看到了比尔伯的勇敢 为之前对他的怀疑向他道歉 众人一阵欢笑 此时 他们在山顶上 看到了矮人的家园 孤山 空中的一只化眉 也朝着孤山飞去 化眉敲打之时 站立灰石之旁 都林之日 最后一缕夕阳的光辉 将照耀在锁孔之上 矮人的归乡之路 就在眼前 而此时 孤山中的恶龙 也睁开了眼睛 阿佐格带着奥克不停的追击 甘道夫一行人一路躲避 来到了贝奥恩家里 暂时躲开了奥克大军 贝奥恩是一个幻皮人 可以变成一只巨熊 贝奥恩一组来自群山之中 曾经被奥克驱赶 所以他们和奥克之间有世仇 贝奥恩圣情款待了甘道夫一行人 由于索林他们 必须在独龄之日之前到达古山 所以必须走近路 穿过幽安米林 但去往幽安米林入口的路上 到处都是奥克 于是贝奥恩打算 让他们骑着自己的马赶过去 临行前 甘道夫从贝奥恩那里得知 阿佐格正在为死灵法师效力 并且有人发现 在鲁道尔高陵 有亡灵出现 甘道夫意识到大事不好 因为当年安格玛巫王战败之后 被封存在卢道尔高陵 贝奥恩所说的亡灵 很可能就是安格玛巫王 随后 甘道夫一行人告别贝奥恩 去往幽安米林的入口 阿佐格被召回到了多古尔都 召回他的 就是拉达加斯特看到的死灵法师 死灵法师交给了阿佐格另一个任务 阿佐格不甘心放过索林 于是派伯格继续追击 甘道夫一行人来到幽安米林的入口 意识到这里不太对劲 凯兰崔尔千里传音 让甘道夫到鲁道尔高陵查探情况 于是甘道夫一个人离开 索林带着剩余的人继续向前 走进了幽安米林 一行人刚走进林子就开始迷路 于是比尔伯爬到树顶观察路线 下来的时候遇到了大蜘蛛的进攻 被蛛丝卷了起来 醒来的比尔伯用刺钉杀死了一只 逃了出来 然后发现矮人们都被蛛丝卷了起来 比尔伯带上魔戒隐身 带上魔戒之后 比尔伯发现能听到蜘蛛间的对话 他们打算吃掉矮人 于是比尔伯引开其他几只 一个个救出了矮人 醒来的矮人也开始一起反击 比尔伯打斗时 魔戒不慎掉落 比尔伯突然变得狂躁起来 砍杀了眼前的一只怪物 捡起了魔戒 大蜘蛛越聚越多 正在此时 精灵王子莱格拉斯 带着精灵队伍赶到 斩杀了蜘蛛之后 俘虏了索林一行人 精灵卫队队长陶瑞尔 救出了被蜘蛛攻击的矮人齐利 两人四目对视 孽缘就此结下 在搜身的时候 莱格拉斯看到了矮人格罗因身上戴的画像 看画像里的一个小矮人长得丑 莱格拉斯一脸嫌弃 还以为是戈布林 格罗因说 那是他的儿子金利 随后一行人被带到了林帝王国 比尔伯由于隐身逃过一劫 然后随着队伍 追进了林帝王国 林帝国王塞兰迪尔 得知了索林的意图 打算和他做个交易 他愿意放了索林一行人 条件是 当他们到达孤山之后 要把属于塞兰迪尔的白宝石还给他 索林依然记恨着塞兰迪尔 并不打算和他达成协议 塞兰迪尔眼看矮人们被恶龙攻击 却袖手旁观 其实塞兰迪尔深知恶龙的厉害 因为他曾经领教过 塞兰迪尔脸部的伤疤 就是拜恶龙所赐 索林依然倔强 不肯和塞兰迪尔达成协议 于是塞兰迪尔气愤的把他们关了起来 陶瑞尔有些惦记矮人齐利 于是到牢里看望他 齐利也没有放过调戏 也没有放过调情的机会 于是两人你来我往 狼友情切有意的谈心 莱格拉斯在一边酸酸的看着他们 因为他一直喜欢陶瑞尔 秘密潜入王国的比尔伯 定用魔戒隐身 偷出钥匙 救出了矮人 然后让他们钻进空酒桶 从密道逃了出来 一行人在酒桶里顺利而下 精灵士兵发现后开始追击 而此时 伯格带领的奥克军队赶到 打算射杀矮人 三支队伍打坐一团 本来前来追击矮人的精灵 开始合伙对付奥克 齐莉腿部重剑 不出所料 陶瑞尔及时赶到 救了他一命 矮人们一边漂流 一边配合打怪 莱格拉斯帅气的踩着矮人 在河中来回穿梭 射杀奥克 一阵拼杀之后 矮人们成功逃出了追击 这一段木桶大战的戏非常精彩 强烈建议去看一下原片 甘道夫和拉拉加斯特 来到了卢道尔高林 发现九戒林之一 已经从坟墓中逃脱 是多古尔都的死灵法师召唤了他 而能召唤戒铃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索隆 甘道夫意识到大事不好 于是决定去多古尔都一探究竟 矮人们上岸之后 遇到了长湖镇的神社手巴德 矮人巴林察言观色 于是和巴德搭乘交易 矮人们付钱乘坐巴德的船 到长湖镇 因为长湖镇离孤山很近 临地王国这边 通过审问抓到了奥克弗鲁 斯兰迪尔得知 黑暗力量即将觉醒 于是下令封锁王国 但陶瑞尔已经离开王国 因为从俘虏的口中得知 矮人齐立重的剑是摩古尔之剑 于是打算前去救他 也不知道他俩的感情基础 到底是什么 巴德让索隆他们钻进酒桶 然后在桶里装满死鱼 用来掩人耳目 打算混过关卡 但守官的阿尔弗利德 对巴德不依不饶 最终巴德还是唬住了阿尔弗利德 带着矮人成功进入了长湖镇 阿尔弗利德是个十足的小人 认为巴德羞辱了自己 于是在镇长面前各种谈言 糊涂的镇长也觉得巴德是一个威胁 怕他会抢走自己镇长的位置 于是派人去监视巴德的家人 巴德为了不走路风声 悄悄让索隆他们 从自家的马桶里钻了出来 在这里索隆他们看到了镇上的风弩 之前史毛阁袭击河谷城的时候 当时的城主吉瑞安 用风弩搭上黑镜 射击史毛阁 但史毛阁的龙甲太过坚硬 没能射杀他 自那天起 河谷城被摧毁 孤山也被史毛阁占有 但其实当年吉瑞安射中了史毛阁 在他的左翼下留下了一个伤疤 巴德就是吉瑞安的直系后代 索隆他们反攻孤山需要武器 于是巴德给他们提供了一些 但矮人们对这些破烂很是嫌弃 从矮人们的交谈中 巴德得知了领头的矮人叫索隆 于是暗地里去调查他们 发现原来这帮矮人 就是孤山都林族的矮人 镇上一直有一个预言 说的是 孤山之王有一天将回归 欢乐的钟声响起 但世间万物将化为乌有 长湖镇终将生灵涂炭 矮人们急需武器 于是打算悄悄到镇上的武器库偷一些 不料被镇上的哨兵发现 抓到了镇长的面前 索隆亮明身份 说他是为了收复孤山 并承诺一旦收复成功 长湖镇的人民可以和矮人们共享财富 得知真相的巴德 想极力阻止索隆他们行动 但镇长见钱掩盖 愿意资助索隆他们前往孤山 由于其力伤势严重 索隆怕他会拖慢整个队伍 于是留下几个矮人陪着其力在镇上养伤 索隆则带着部分矮人和比尔伯出发 前往孤山 索隆他们根据地图 找到了密门的方位 但直到最后一缕阳光消失 依然没能看到密门的锁孔 大家都有些失落 直到月亮升起 比尔伯看到一只化媒敲打石墙 正在此时 在月光的照耀下 锁孔显现出来 原来都林之日最后一缕阳光的光辉 指的是月光 本来奢望的矮人们又一次充满希望 打开了密门 随后比尔伯走进密门 打算去完成他此行的重要任务 就是偷出阿肯宝石 甘道夫和拉拉加斯特来到了多古尔都之后 发现这个所谓的死灵法师还不想显露真身 说明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力量 现在正是击败他的好时机 于是甘道夫让拉拉加斯特前去通知凯兰崔尔 然后甘道夫一个人独闯多古尔都 打算又使死灵法师出手 结果在这里遇到了索林的父亲 色莱因 色莱因一直被困在多古尔都 已经被折磨得几乎失去理智 甘道夫唤醒了他 从他口中得知 矮人七戒中的最后一戒 已经被阿佐格夺走 听到这里 甘道夫几乎已经确认了死灵法师的真正身份 随后带上色莱因打算离开 不料被藏身于此的阿佐格 带领着奥克大军围攻 甘道夫看寡不敌众 于是放了一个闪光弹打算开溜 不料被死灵法师挡住了去路 色莱因被掳走 甘道夫和死灵法师一阵斗法 甘道夫不敌 法杖也被死灵法师击碎 随后甘道夫看到了死灵法师的真身 原来他就是索隆 索隆打败了甘道夫 把他囚禁了起来 比尔伯来到宫殿大厅 发现到处都是金银财宝和各种宝石 于是不停地寻找阿根宝石 不料惊醒了恶龙史毛格 史毛格从来没有闻到过比尔伯身上的气味 开始不停地询问 说自己是从山下而来 闲聊的过程中 比尔伯无意间发现了阿根宝石 史毛格觉得比尔伯肯定是和矮人一伙的 目的是想偷走阿根宝石 比尔伯失口否认 史毛格不停地化老 比尔伯看到史毛格身体的左侧 缺失了一块龙甲 看来传说是真的 当年吉瑞安确实射中了史毛格 史毛格本打算让比尔伯拿走阿根宝石 这样就能看到索隆被宝石吞噬心灵 让他发狂 比尔伯听到后有些迷惑 因为他并不知道阿根宝石的魔力 但最后一刻 史毛格突然改变主意 打算烧死比尔伯 比尔伯趁机带上魔戒隐身 捡起阿根宝石 跑出了大厅 史毛格大怒 不停地朝着空气喷火 长湖镇这边 巴德听到了枯山上的动静 于是拿出了最后一把黑剑 打算用来对付史毛格 不料被镇长派的人盯上 于是巴德把黑剑交给自己的儿子藏起来 自己被镇长抓进了监牢 奇力的伤势越来越重 而此时 伯格带领的奥克大军来到了镇上 打算截杀矮人 于是围攻了奇力他们 危急时刻 陶瑞尔和莱格拉斯赶到 一阵厮杀之后 伯格发现索林并不在这 打算撤退 莱格拉斯一个人追了过去 陶瑞尔看到重伤的奇力 于是用精灵的秘方治好了他 莱格拉斯追上了伯格 两人开始单挑 几个回合下来不分胜负 于是伯格趁机开溜 莱格拉斯继续追击 跑出大厅的比尔伯 遇到了索林 索林询问是否拿到了阿根宝石 比尔伯犹豫了一下 说并没有 索林有些不信任他 挡住了比尔伯的去路 正在此时 史毛格追了过来 于是一行人开跑 躲避史毛格的进攻 眼看无路可逃 于是索林打算设计 把史毛格引向熔炉 在那里击杀恶龙 随后矮人们分头行事 几经周遮之后 把史毛格引到了熔炉旁 然后索林故意激怒史毛格 又使他喷出龙烟 刚好点燃了熔炉 史毛格冲破大门 发现了索林 打算喷出龙烟烧死他 正在此时 比尔伯拉开阀门 一阵水流冲向史毛格 暂时把他击退 矮人们相互配合 炉火越来越旺 融化了锅炉里的金水 金水顺着渠道流下 索林坐上一个矿车 顺着金水而下 史毛格发现了比尔伯 不停地追击他 比尔伯四处躲藏 史毛格以为 比尔伯是来自山下的长湖镇 认为这一切 都是矮人和长湖镇的人类 策划的一场阴谋 想要偷走阿肯堡时 击败自己 于是史毛格打算出发 飞往长湖镇 报复他们 正在此时 索林喊住了史毛格 又使他来到了一座 金水著成的雕像前 史毛格看着眼前 巨大的矮人金像 突然间金像融化 金水次进 如洪水般的滚烫的金水 掩埋了史毛格 没等大家高兴起来 史毛格从金水中跃起 跑出了山洞 然后一个漂亮的旋转起飞 抖落了身上的金水 朝着长湖镇飞去 长湖镇这边 镇长眼看恶龙袭来 收拾好金银财宝 乘船开溜 陶瑞尔带着矮人 和巴德的几个孩子 也打算乘船离开 整个长湖镇陷入一片混乱 飞到长湖镇的史毛格 开启喷火模式 长湖镇瞬间火光冲天 生灵涂炭 巴德看到后 想方设法逃出监牢 带上弓箭爬到了钟楼 准备射杀史毛格 但史毛格的龙甲太过坚硬 普通的箭矢根本没用 巴德的儿子巴音 看到了钟楼上的父亲 想到了那把黑箭 随后独自跳下船 找到黑箭送到了钟楼 而此时 史毛格注意到了钟楼上的巴德和巴音 冲过去差点掀翻他俩 虽然有惊无险 但弓柄被折断 史毛格一阵化牢之后 打算冲过去烧死他们 巴德把折断的弓柄固定住 把黑箭搭在巴音的肩上 全力拉开弓线 史毛格不停地往前冲 巴德看到了史毛格左翼下的缺口 于是瞄准缺口 射中了史毛格 史毛格在空中一番挣扎之后 彻底凉凉 掉落的时候 刚好砸中了想要逃走的阵掌 也算是死后为民除害了 远在孤山的矮人们 看到了这一幕 得知恶龙已经死去 都高兴了起来 但唯独索林莫不作声 因为孤山之中满是金银财宝 一旦恶龙死去的消息传开 必定会有很多势力 对孤山虎视眈眈 其力告别陶瑞尔 临行前 把他的幸运石 送给了陶瑞尔 作为信物 然后和菲利他们 一起赶往了孤山 索林看着大厅内的金银财宝 下令让矮人们一起寻找阿根宝石 而其实 阿根宝石一直在比尔博手中 因为他担心 宝石会吞噬索林的心灵 所以一直没有交给索林 莱格拉斯在和伯格打斗的时候 认出了他们身上的标记 推断出 他们应该是来自 迷雾山脉北方 攻打巴德的奥克 于是带着陶瑞尔去往北方 打算一探究竟 多古尔都这边 一个奥克逼问甘道夫 精灵三界的下落 无意间发现了甘道夫手上的火之戒 然后打算砍下他的手指 拿走火之戒 正在此时 凯兰崔尔鞋都没穿 光着脚赶来救他 一巴掌扇碎了奥克 随后抱起甘道夫打算离开 不料九戒零现身挡住了去路 正在此时 埃尔隆德和白抛萨鲁曼前来主阵 双方开始一阵厮杀 拉达加斯特骑着兔子车赶来 带走了虚弱的甘道夫 随后 索隆的魂魄现身 宣称 精灵的时代即将结束 安格玛王国将东山再起 没等索隆说完 凯兰崔尔使出大招 击退了索隆 凯兰崔尔觉得 索隆很可能逃往东方 埃尔隆德建议 警告刚夺 防御索隆的崛起 撒鲁曼则认为 索隆没有至尊魔戒 成不了气候 于是 让埃尔隆德带着凯兰崔尔 回到罗瑞恩 自己去对付已经落败的索隆 矮人们一番寻找 都没有发现阿根宝石的下落 索隆变得狂躁起来 开始怀疑其他矮人有私心 巴林看到索隆变成这样 也很无奈 这一切都是阿根宝石带给他的贪欲 长湖镇幸存的人类 收拾行囊 在巴德的带领下 打算到孤山避难 一路行进之后 在破露的河谷城驻守 索隆德之后 派人用石头堵住前门 不打算让长湖镇的人类 前来古山 因为他并不想和他们 分享这里的财富 第二天 邻底国王斯兰迪尔 带了精灵队伍来到河谷城 给巴德他们带来了很多食物 然后打算带军攻打古山 拿回属于自己的白宝石项链 巴德听到后 建议去和索隆谈判 拿回属于各自的东西 没必要大动干戈 于是巴德独自一人 来到了山门前 正在此时 一只肚鸭飞出了古山 巴德来到石门前 喊话索隆 要求他履行承诺 分得一份宝藏 用来重建家园 因为当初在长湖镇的时候 索隆曾许诺 一旦成功收复古山 就会和他们共享财富 但索隆觉得 你们大兵压尽 虎视眈眈 根本不是为了和平谈判 巴德再三劝说 固执的索隆 依然不肯松口 巴德无奈地离开 斯兰迪尔看巴德 无功而返 决定第二天 向孤山开战 孤山这边 索隆也下令 收拾装备 准备迎战 索隆把一件 秘银罩山 送给了比尔伯 用来护身 这件秘银罩山 就是魔戒中 比尔伯送给弗洛多的那一件 甘道夫和拉拉加斯特 逃出多国尔都之后 甘道夫打算通知 孤山的矮人们 一大波奥克 正在气势汹汹地 赶往孤山 企图夺去那里 因为孤山的 战略位置很重要 占据了孤山 就能复活 北方的安格玛王国 一旦安格玛王国重现 中途世界将生灵涂炭 甘道夫临行前 拉拉加斯特 把自己的法杖给了他 随后 甘道夫一路行进 来到了河谷城 把奥克大军 正在赶来的事情 告诉了塞兰迪尔和巴德 但塞兰迪尔并不相信他 比尔伯悄悄从孤山出来 来到了河谷城 拿出了阿根宝石 摆在了众人面前 因为他并不想 看着矮人和精灵 以及人类开战 打算让他们 拿着阿根宝石 去孤山和索林谈判 用宝石作为条件 拿回各自应得的东西 从而避免大战 莱格拉斯和陶瑞尔 来到了攻打巴德 发现这里也有一大波奥克 准备赶往孤山作战 而且还有一大群 专门为战争而生的巨星颠覆 第二天 塞兰迪尔和巴德 带领精灵和人类队伍 来到了孤山的门前 打算用阿根宝石 来交换各自应得的东西 索林看到宝石在巴德的手上 有些惊讶 本不打算相信巴德 认为宝石一定是假的 但这时候 比尔伯走过来 说宝石是自己给巴德的 因为是阿根宝石 让索林几乎失去理智 索林听到后很是愤怒 打算把比尔伯丢下山门 正在此时 甘朗夫赶道 阻止了索林 随后 爱人波夫 趁索林不注意 悄悄放走了比尔伯 巴德不停地逼问索林 是否愿意用阿根宝石来交换 索林看着山前的精灵 和人类队伍 急得一筹莫展 正在此时 一只毒鸭飞了回来 这只毒鸭 就是之前索林放出去的 目的是为了通知铁球领的矮人 铁足戴因前来支援 不出所料 戴因带着矮人军队赶来 甘朗夫看到后 急忙上前劝说戴因 说矮人 人类和精灵之间的战争 毫无意义 因为一大爆克正在赶来 应该一致对外 戴因比索林更加固执 对甘朗夫的劝说毫不理会 精灵王塞兰迪尔 已经受过了矮人的蛮横无理 于是下令放箭 矮人这边则发射武器拦截 还挺高科技的 随后双方开始了混战 一阵惨烈的厮杀之后 奥克大军在阿泽哥的指挥下 从背后杀出 矮人和精灵剑状迅速停手 开始一起对战奥克大军 阿泽哥随即派出战争兽 加入战斗 然后派出另一部分奥克 攻击河谷城 河谷城内 都是长湖镇的老弱妇孺 没什么战斗力 奥克军队迅速攻破城墙 纷纷涌进了城内 巴德健壮 下令紧急撤回河谷城 对战奥克 巴德找到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带着其他妇女孩子 躲到一室大厅 藏在一边的阿尔弗利德听到后 自暴奋勇 愿意带他们过去 巴德继续和奥克激战 精灵王塞兰迪尔 骑着大角鹿 缠起一对奥克 手起刀落 将其全部斩首 随后冲进了城内 不想大角鹿被射中 斯兰迪尔翻身落下 被奥克围攻 随后 精灵队伍赶到 加入战斗 戴因带着矮人不停战斗 无奈奥克太多 不得不退守到孤山的门前 而此时 宫殿中的索林 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贪欲中 经过一番挣扎 最后还是决定出去 和矮人们一起对战奥克 已经陷入无奈的带阴 看到索林带着矮人 冲出大门 前来支援 瞬间士气大增 矮人队伍像一把尖锥 扎进了奥克军中 一个奥克 骑着巨大的战争兽 用流行锤 不停地抡向矮人 矮人波弗 趁机跳到了战争兽身上 砍杀了奥克 随后控制着战争兽 开始反攻 河谷城这边 巴德带着人类军队 不停地战斗 但依然寡无敌重 城内的老弱妇孺 看到这种情况 也纷纷加入了战斗 阿尔弗雷德扮成女人的样子 打算逃离战斗 不想被人试破 阿尔弗雷德没有丝毫羞愧 捡起一堆金币 放在了胸口 打算逃离战场 一个战争兽冲进了城内 肆意砍杀人类 甘道夫拿出法杖 打算用咒语对付他 但念了几次之后 毫无作用 这个法杖是拉拉加斯特给他的 看来不管什么东西 还是自己的好用 甘道夫无奈 只能躲避着战争兽的攻击 正在此时 躲在投尸器上的阿尔弗雷德 看到了战争兽 惊慌之中 一颗金币掉落 刚好砸在了投尸器的机关上 投尸器瞬间启动 把阿尔弗雷德 投进了战争兽的口中 战争兽吞金而死 阿尔弗雷德也彻底凉凉 矮人一阵拼杀之后 索林看到了 在渡雅岭上指挥作战的阿佐格 勤贼先勤王 随后 骑上一头战羊 齐利他们坐上战车 打算去砍杀阿佐格 一行人杀出重围之后 来到了兵面上 眼看奥克和坐廊 不停地围追图结 矮人巴林 让齐利他们骑上战羊 跟随索林去对付阿佐格 自己留下了断后 莱格拉斯和陶瑞尔 从攻打巴德赶回来 告诉了甘道夫 另一支奥克军队 在伯格德带领下即将赶来 他们打算南北夹击 甘道夫意识到大事不好 因为索林已经带着几个矮人 去往杜亚岭 看来是一个陷阱 于是 打算让瑟兰迪尔 带领精灵队伍 赶去杜亚岭 和矮人一起作战 但瑟兰迪尔觉得 自己的军队已经死亡惨重 不想再去掺和 比尔伯听到后 自爆奋勇 带上摩羯隐身 独自一人赶往杜亚岭 通知索林 塔瑞尔挡住了瑟兰迪尔的去路 胁迫瑟尔继续和奥克打仗 救出矮人 还说他太过残酷 根本不懂什么叫做 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瑟兰迪尔愤怒起来 说你才不懂 正在他们讨论什么是爱的时候 赖格拉斯赶到 拉上陶瑞尔出发 去往杜亚岭 打算营救矮人 索林他们来到了杜亚岭 但并没有发现阿作哥的踪影 随后派奇力和菲利 前去查探情况 正在索林交集等待的时候 比尔伯赶到 告诉了他 另一只奥克达军即将赶来 打算合围他们的消息 索林突然意识到 这里是一个陷阱 正在此时 阿作哥抓住了菲利 当着索林的面杀死了他 奇力看到后 愤怒地冲了过去 索林随即也冲过去 和阿作哥站坐一团 突然间 一群巨星蝙蝠飞了过来 加入战斗 赖格拉斯趁机抓住了一只 随他飞到了撩望塔上 登高望远视野好 赖格拉斯开启远程射手模式 陶瑞尔看到了奇力 跑过去救他 不料被伯格抓住 奇力看到后 从背后袭击伯格 无奈 伯格力气巨大 抓住了奇力 当着陶瑞尔的面 捅死了奇力 陶瑞尔愤怒起来 冲过去抱住伯格 一起摔下悬崖 掉下悬崖的伯格毫发无伤 站起身准备砍杀陶瑞尔 正在此时 撩望塔上的赖格拉斯 看到了这一幕 于是跳到了一个战争兽身上 借助他巨大的力气 撞倒塔楼 塔楼横横横在两风之间 阻挡了伯格 随后 莱格拉斯和伯格 在塔楼上开打 冰面上 索林被打倒 一个奥克正要砍向索林 突然间 莱格拉斯把手中的剑扔出 刚好捅死了这个奥克 索林顺手扒下了剑 这把剑 就是当初索林在 食人妖洞穴中 捡到了那把 后来被莱格拉斯搅和 莱格拉斯和伯格 你追我打 难分胜负 愤怒的伯格扔出一块巨石 砸塌了塔楼 莱格拉斯开启了弹跳模式 轻松跳到了上面 然后 帅气的挥舞匕首 刺死了伯格 刚捡起尖的索林 就看到阿作格挥舞着流星锤 朝自己冲了过来 索林也不甘示弱 两人在冰面上一番激战 突然间 拉达加斯特带着巨银和贝奥恩赶到 加入了战斗 局势瞬间逆转 索林趁阿作格不注意 捡起流星锤 扔向了阿作格 阿作格突然重心不稳 掉入了水中 索林看着冰面下的阿作格 突然间 阿作格醒来 刺穿了索林的脚掌 然后跳出冰面 砍向索林 索林急忙用手中的剑 挡住了进攻 两人相知不下 随后 索林松开手中的剑 阿作格刺中了索林 索林顺手 用手中的剑也刺中了阿作格 然后一个翻身 洞穿了阿作格 阿作格彻底凉凉 索林也重伤倒下 比尔伯看到了这一幕 急忙来到索林身边 索林看着这位老朋友 向他道歉 不该把他拉进这场纷争 随后向他道别 战争结束 斯兰迪尔找到莱格拉斯 让他去往北方 寻找一个游侠 这个游侠是努曼诺尔人的后代 他就是阿劳贡 随后找到了伤心的陶瑞尔 看陶瑞尔包着死去的奇力 悲痛万分 看来他已经懂得了什么叫做 什么是爱 痛了才会真实 用无限的生命 投入一场有限的爱情 所谓的欢乐 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比尔伯告别爱人 离开了古山 在甘道夫的陪同下 回到了家乡夏尔 即将踏入夏尔边境的时候 甘道夫和比尔伯告别 比尔伯意识到 甘道夫已经知道自己有一个魔戒 然后说 戒指已经在战斗中丢失 甘道夫看着比尔伯 也无意追究太多 毕竟比尔伯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翻不起什么大浪 比尔伯回到自己的家中 掏出了那枚戒指 画面切换到了现在 老年的比尔伯望着手中的戒指 还在等待着老朋友的到来 随后听到了甘道夫的声音 比尔伯高兴地迎了过去 第三部到此结束 至此 霍比特人三部曲全部说完了 霍比特人是托尔金出版的第一部小说 出版之后获得巨大成功 然后 托尔金准备把尚未完成的精灵宝钻 给出版社出版 但当时的出版社认为 精灵宝钻的故事太过复杂 于是请求他写一部霍比特人的续集 然后才有了魔戒 托尔金在创作魔戒的过程中 为了使故事更加顺畅 也对霍比特人进行了一些修改 魔戒三部曲是三本书拍成了三部电影 霍比特人原著只有一本书 却拍成了三部电影 所以就内容来说 魔戒里面的故事更加丰富一些 霍比特人的故事框架则相对简单 比尔伯和13个矮人 在驱往孤山的路上 有着各种奇遇 比如奔头奔脑的石人妖 相互踹脚扔石头的石巨人 可以变成巨熊的幻皮人 画牢的史毛阁等等 整体看起来比较轻松 霍比特人更像是一部童话 没有魔戒里面沉重的责任和使命 主要是讲一群人的历险故事 有友情 有成长 一路打怪 只为夺回失去的家园 电影相比原著也进行了很多地方的改编 加入了陶瑞尔和爱人奇莉的爱情线 这个改编应该是为了争取一部分女性观众 至于说效果如何 只能说见仁见智吧 还有精灵王子赖格拉斯 原著中他并没有出场 因为他在魔戒中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所以也把这个角色加入了电影中 还有阿作格这个角色 原著中他早已经死在了莫尔亚 电影里面是直到最后的五军之战中 和索林同归于尽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改编 因为就电影的上映顺序来说 魔戒三部曲是2001年到2003年上映的 霍比特人三部曲是2012年到2014年上映的 所以电影霍比特人 承担了很多解释魔戒里面重要剧情和角色的任务 整体上来说 这种改编个人感觉还是很成功的 好 这期的观人说电影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准备开启另一个系列 经典科幻电影《终结者》 当然 这期间也会不定期的更新 精灵宝钻的相关故事 如果喜欢观人的解说 就请关注一波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